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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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征战 风流不过醉花荫 雅去无非有蓝亭 漆水流沙 时刻就在山的本山药 这原来应该也是一条小道 金带磨牙时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上去看看 怎么回事 这条腿怎么感觉到 膝盖打软呢 金带磨牙时刻 半山药不算太高 但是我今天怎么感觉到腿软呢 膝盖一颤颤 管它呢 就是个阻 干就完了 上来了啊 它在一处 它在一处半山药处 山不是很高 铁栏杆遮挡的里面 有一大块巨石突出 巨石上就有刻字 这就是磨牙时刻 说明是这样介绍的 时刻距今八百年前 是金带的遗志 用女真和汉字分别刻成 汉字为 大金太祖打破辽军 于截山 西马立石 翻译过来就是 大金太祖皇帝 带领大军 打破了辽军 在这个截山上 歇马立了块石头 即刻太祖的攻击 时刻清晰可见 我们看到有 鱼字 结字 山字 左边是汉字 右边是女真文 这距离是比较远啊 这手机放大了以后 也不是很清晰 我们以前介绍不少女真人 满足的崛起和形成 其实在女真崛起之前呢 契丹是一个曾经驰骋 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他在唐代末年 由于五代十国 中原内乱 他曾建立起了一个 辉煌一时的大辽帝国 直到南宋末年 至元朝初年 这个像猎鹰般的民族 才逐渐销盛灭迹 有专家考证 达尔民族的祖先 就来自齐丹 那么这个庆云时刻 它即刻的就是 辽金时期的一场战斗 他左右两边都有文字 分别有金文和汉字 这些文字记载的都是一件事 就是辽金的截山之战 发生在1116年 这年的五月初 辽大军六万人来到了赵散城 也就是今天辽宁清远县南山城的镇 独指金兵南下 金太祖与辽兵战于截山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位置 大战之清晨 金兵全检六万辽军 由于金太祖亲临战阵 不战后金人在这个山上刻 女真摸牙石刻 以祭祭祀 在山的另一侧 有一条原始的小路 这个小路应该是 以前上山的一个小通道 这儿又是新修了一个上山的小路 然后这里有一个亭子 把整个这块石头遮挡了起来 修建的这些铁栅栏 也是为了防止人们随意攀爬 破坏石刻的一些保存 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只是看起来有些黄眼睛 不过走近还是看得比较清晰的 江山留圣记 我被赴登岭 其实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来往贤者盛世 寻谷漫聊 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古人怀骨 绝非上流 其实都是一些诗人喊誓 记忆天下 整黎民的念头 使他们更多的关注国家政治 社会生活 古诗人经常写借古迹 古诗来表达对现实的关切热情 不满警戒 怀骨尽管触点在骨 但实际上表达了 诗人们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现实不合理想模式的时候 才是怀骨最有理由的时候 这里就是青云磨炎时刻 其实辽金的历史很有意思 找机会和大家多讲一点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印象大建筑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